小虎队这个曾经红极衣时的初代偶像团体 多年之后成员们的状况却完全不同 吴奇隆取回了女神刘诗诗 苏又鹏到选秀节目当导师 曾经最红的陈志鹏现在却不上不下 每次上热搜都是因为辣眼睛的造型 除了2010年的春晚 三人几年来几乎没有合体活动 前段时间苏又鹏在创造营担任导师时 曾喊话小虎队的成员约饭 当时吴奇隆和陈志鹏都有出来回应 给网友上演一波回一杀 近日陈志鹏再次接受采访 说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他坦言礼貌上大家都得回应 现在网友们特别直接 你不回应的话又说你怎么不合群 还透露私底下三人其实很少联系 小虎队也没有群聊 对于自己现在的状态 陈志鹏表示我没有大伙不大伙的 但我现在已经很红了 陈志鹏说话一向很耿直 短短十个字说明了小虎队现在的关系 小虎队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印记 分也好聚也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合体什么的就不必强求了